8月營收 搶先爆喔 營收創高不再是票房保證 怎麼會這樣 這樣選更會標 這樣選怎麼標 然後別管CT值了啦好不好 航運股要漲的話就要看這個指標 什麼指標 那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會開始漲呢 我們今天這樣講我告訴你 時間點都告訴你了 好不好 那原來投信是這樣看的 所以今天節目精彩重點 都在我們的瘋狂股市福利社 一定要看喔 各位福福們大家好 我們新的抽獎活動要來囉 我是 五福林們送福利 比威力才要高的抽獎機會來囉 簡單抽獎兩步驟 首先第一步 按讚影片 訂閱頻道 再來是 Hashtag 下發零為言 並自由發揮呢 拿到五杯券你想要怎麼花 到底想要怎麼花呢 我們會從留言裡面 統計大家的消費意願 到底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們要從生活當中選標股 分享給大家 喔 對 沒錯 那我們在每一次留言 都會獲得一次抽獎機會 在9月20號的時候 我們會抽出 哇 20名的幸運 中獎粉絲送你電影票喔 還有還有 再另外加碼送 如果你前往福利社 臉書粉專 就會再獲得多一次的中獎機會 好期待唷 趕快去留言 趕快去留言 嗚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不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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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我主持人哲哲郭總 嘿 來 8月營收搶先爆 好 營收創高不再是票房保證 哼 怎麼會這樣 這樣選會更飆 怎麼樣選會飆 肉依要告訴我 好 粉絲要告訴我 好不好 別灌CT值了 對 韓英谷要懂得看這個指標 原來投信是這樣看的 我們今天請三位帥哥 真的很帥哥的 好不好 全新解讀 來全新幫我們解讀這些股票 好 第一位帥哥 猛男 分析師 昆仁哥好 來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來 昆仁好久不見 是啊 第二位 分析師 江國中分析師 江角哥好 江哥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江哥很紅耶 很多網友都一定要指名要他 是 最喜歡跟我們爆料了 好不好 好 第三位 也是每次都巴不得我走 然後我一走他又很希望我來的 來 武冠教授 謝神業 謝教授 因為聽說很多網友指名一定要我來 所以我又來了 沒有嗎 自己的 自己Q啊 沒有 沒有這回事嗎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有 怎麼會這樣呢 服粉喜歡 古怪掌控 好吧 既然你都覺得有這回事有這回事 讓他活在幻想中 好不好 有夢最美 有夢最美 七萬三水 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到 來 福利色先解盤 來 今天台股我跌了158點 量3211元 現在3000億變殘汰了 我好習慣以前5000億喔 好熱鬧好熱鬧 很熱鬧的感覺 現在這個量啊 這個單通心智還是量微縮了一些 哎呀 台股殘殘七七 七七殘殘 好不好 看起來有這幾個 來你說 江江哥 因為今天台股是下跌對不對 大家會有點緊張 我突然發現 形態上有個地方 大家要特別留意 請導播給我個KK線圖 把它時間放大 你看喔 幫我做標記 5月14號有個下影線 有沒有16647 然後呢 疫情本土疫情爆發 低點是15159對不對 然後呢 6月7號有個低點 16775有沒有 下影線 投資朋友這什麼 這頭肩底對不對 頭肩底成立後 錢高就過了 來到18034對不對 好了 我們看這一波 前波第一點 7月28號 第一點是16893 這波的反轉低點是16248 等到是不是下跌 似乎準備要做一個什麼 再一次的頭肩底的對稱形態 所以留意這波回撤 是不是這幾天疫情 好像又有爆發的這個情況 有點恐慌性的賣壓 如果回撤前低 大概在16900 1萬7附近 如果能夠止跌 甚至盤中留下影線 那兩兩對稱的頭肩底形態 就跑出來了 這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兩兩對稱 真的耶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個形態 我們看一下三夜 怎麼樣頭肩底 老師 有怕有些人聽不懂 對 左邊有一個 對 左邊有一個頭肩底的形態 有沒有 頭肩底的形態 這邊有一個 這邊又有一個 就是說 假設這波的利空回撤之後 因為今天盤中有人 看一下這個 今天盤中有人在傳什麼 今天確診能數好像會五六十人 結果下面公布只有七人嘛 所以盤中確實有恐慌線的賣壓 所以這個短線的利空 因為我們已經熟悉了 前幾次的經驗 疫情越爆發 全球資金越寬鬆 然後我們看到印度股市 持續創新高 所以我們認為 在資金寬鬆的背景之下 如果是因為恐慌線的利空 就是說非經濟因素的話 打出更扎實的 類似頭肩底的形態 後市還是大有可為的喔 我覺得現在全球股市都亂七八糟 像你講的 又有疫情 股市又容易噴 我剛才看了一下 我剛才台紫期 尾盤 台紫期剛開盤 大概點了130點 現在3點多 然後我看一下韓國股市 亞洲股市裡面 台灣算是比較差的 我看一下日本股市 日本股市從2萬7000 漲到3萬 人家一個首相 辭職可以漲那麼多 現在全球股市亂七八糟 亂亂亂亂 好不好 謝謝 江堅老師技術分析大師 好不好 所以大家想 這頭肩底這邊 這邊那個測1萬7 1萬7嘛 有支撐嘛對不對 1萬7如果有支撐 就上去的 就對稱這邊啦 這樣就很好啦 微笑曲線 沒有啦 頭肩底 OK 這是底部 好 那就這樣子喔 所以告訴大家 然後這個上櫃子出 今天跌比較慘 今天上櫃子出跌比較慘 好不好 那就是先看大盤怎麼樣 自止住嘛 有賣超怎樣自止住 好 除了這個以外我們來順便看一下 來 今天外資賣了10億而已啊 自行商賣啦 自行商賣什麼 可能聽到盤中說要50例 嚇死了好不好 一例賣1億 沒有啦他們可能不知道自己賣多少 好 那這個外資賣超了50例 是 先跟大家講這些東西 好 這是外資賣超 沒錯 自行商賣超50億 外資賣10億 10億 10億不多啦 困倫怎麼看 10億這邊 好 大人哥 其實我們最近發現 其實外資的動向是 是買進為主的喔 你說你說 好 因為其實最近的外資是買進為主的 那如果就大方向來說的話 因為外資我們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像是 目前的新台幣匯率 也在走深的階段 那也就表示說 其實外資在持續在做匯入 那匯入這個過程之中的話 我們看到其實在拉著台積電 然後拉著一些全資股 這是 這是我想是一個 這是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 這是外資其實是 在全球股市在正在做積極的佈局 所以在這樣的話 其實就有所謂的穩盤的效果 那就算是今天小幣賣超的話 其實對外資這樣大幅度的 這樣的方向來說的話 其實它只是一天新的 這樣的小幣賣超而已 可是我就整個趨勢來說的話 最近還是比較屬於賣超 超為主的這樣的行情 是 好 還是屬於賣超的行情 雖然今天小幣賣超 可是你看今天跌那麼多 才賣10億 真的算不多 好不好 真的算不多 所以這位我們順便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今午日 就很明顯了 今午日你看 還是買很多 買300多億 而且你看今天跌那麼多 應該沒有人想到 外資只是小幣度賣超 好不好 來順便看一下 期貨的部分 期貨買超 因為我們昨天沒有節目 我們是135 那你看 連續兩天期貨買超 期貨連續兩天增加 而且你看喔 期貨從1萬9 減少到1萬4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近期新低的 很低的 如果第一萬口 那應該至少可能半年新低了 所以要注意一下好不好 這716口 這1383 而且注意看喔 肉依雖然是期限或不同步喔 可是昨天呢 昨天期限或同步 又來了 從8月23號以來 這一波買超 已經買超到大概1300億了 1300億了 1300億算很大的回補超 所以姜姜老師喔 我現在都借用她的梗喔 我就說 外資最大的回補超來了 你也提醒我 最大的認錯回補超 是啊 我喜歡這個標題 我真的喜歡 我來借用一下 這個標題 這個告訴我們什麼 這個最大的回補超來了 為什麼 你看喔 期限或同步買超 肉依你自己說 大概從8月底開始是不是 至少好像4到5次 對 期限或同步喔 今天是沒有 可是昨天有 因為你看喔 昨天期貨剩下716口嗎 是 看一下外資的現貨 看外資現貨 外資 外資這邊 怎麼樣 昨天是161億 所以期限或同步的買超 是不是 這同步買超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而且期貨的控單 已經到了一個 相對低點了 所以外資感覺 還要持續回補 每年指數 每年指數小幅的拉漲 漲一點點 就像今天亞洲股市比較弱 我們說每年指數 相對來講的話 只要漲對台股就不好 有匯出的一個 有匯出的一個力道 然後第二個 台幣 台幣這邊 新台幣 這是禮拜二的 還是很強喔 在27.67 可是今天而言是跌 今天而言是跌 然後再看下一張 我們來看一下 這波羅迪海指數 波羅迪海指數 這邊稍微的下滑 稍微的下滑 稍微的下滑 那在這邊而言 這代表是 為什麼行運股比較弱 是 可是那是散裝航運 整個部分 那散裝航運 可是問題是 你看 FBX指數 媽媽咪啊 創新高 創新高 那你有質疑說說 會不會在十月中 九月底之前 報價比較會比較容易散展嘛 好 建建老師之前好像講到這一段嘛 對不對 對 您說 年底的時候 對 因為目前來看的話 整個市場的 因為都連續三個月了嘛 7月 8月 7月公佈6月營收 8月公佈7月營收 法人都無感 對 營收歷史新高 已經沒有新的刺激了 所以現在我認為 行業的大行情 必須有個新亮點 這個亮點可能會在十一月會出現 待會再跟 待會再講 待會再講 我差點破梗了 我忘記了 難怪看到 江堅老師 姿姿烏烏的 我想說奇怪 這破梗 他等一下就把他講話 好 等一下梗 下一個再跟你講 我們再看到下一張 來 錄IC設計龍頭砍單 漢洞台場 有人說這砍單 不太可能砍那麼多 難多分析師有質疑這一點 對外也有人質疑這一點 好不好 那因為砍單那麼多 代表像台積 你看那砍單如果真的是真的話 台積電尾盤這樣拉 就不合道理 然後澳央縮QE但延後退產 是 有還是縮減QE 但是縮減比較慢一點點 沒錯 最後退產時間點比較慢一點 對 好不好 然後說晶片孔缺到2020 很奇怪 這邊缺 這邊 不當然是成熟製程 代表成熟製程 真的很缺貨 如果這晶片還是這樣持續缺 那其實晶電店不應該跌得 比台積電雄 是 好不好 那八月進口出口飆高 進出口飆高 對 台灣 其實這個是好數據 不過這已經算是 比較落後的一個題材了 日韓強空電動車的一個車用電池 是 所以我看新聞那個馬斯克 他說 我們那個有七十萬一台的 他希望到時候七十萬一台的電動車 是 怎麼樣 希望到時候是沒有那個 沒有方向盤 也沒有煞車 聽起來好恐怖喔 完全自動駕駛 不給你有手動的機會 沒有煞車 很敢講 他說以後賣這個 賣車子都不會賺錢 賺錢是什麼 賺那個售後服務 就跟你刮胡刀 你刮胡刀其實沒賺錢 算是那個刮胡刀片 一刮胡刀片就快幾百塊 好 來 美停發 失業金 考驗經濟復甦 有助經濟復甦 好不好 真的嗎 真的嗎 這個我覺得打個問號 因為其實 真的疫情關係比較嚴重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 來 今日我最貼 誰最貼板 我們來看一下這六檔股票 最貼的是哪些股票 好 那我們先請大仁哥 好 我今天選的兩檔個股 都是防疫族群 包含像是恆大跟抗那鄉 那不過 我要跟大家提醒到一件事情是 其實我在看這兩檔個股 純粹只是用 所謂的題材面來看它 對 我舉一個數字來給大家聽一下 就是如果以當時輝煌的 恆大跟抗那鄉他們營收的時候 實在是4億以上的水準 然後可是最新 因為他們兩個都還沒有公佈 8月營收 那包含像是抗那鄉的7月營收 也只剩下2.8億這樣的水準 幾乎是減到一半 因為它是年減的四成 那另外的話 恆大的狀況更慘 因為它到最新的7月營收 竟然只有7000萬 那幾乎是等於是掉了8成 這樣的一個水準 所以如果就最近行情來說的話 確實這個防疫族群 或者說確實這些相關的題材 他們會有一個短線上面的 這樣一個比較屬於 那個量價其量的利多 可是萬一如果 比方說好了 我還是蠻希望我們這次的疫情 能夠平安的度過 那如果真的就是所謂的 都可以受到控制的時候 那這些相關的個股會是重挫 而且是快速回檔的一個族群 所以我用最貼的這個方式 並不是說我在推薦他們 而是說要提醒大家 這種短線上面大漲之後的 大跌的風險 好 大漲之後大跌的風險 不然是要注意大跌後的風險 是的 也是啦 之前說有一個口罩產 還是口罩原料產 說要去美國擴產 擴一擴一擴一發現 美國現在都不戴口罩了 都不戴口罩了 來看一下 來 四星跟鈴升 我們請江江哥 來 我今天帶來這兩檔 都是很有料的股票 怎麼說呢 第一檔是四星 四星今年的4月8號 中國大陸飛騰被停止出貨了 飛騰占四星的營收比重39% 上半年少了飛騰之後呢 它的EPS是11.2元 去年一整年是13.6元 所以表現是非常之好 對不對 那公司跟法輪圈的 提供的訊息是什麼 他們的律師團有研究過 他們的所有的專利的產品呢 都跟中國大陸的軍事無關 所以證明上半年被停止出貨 是個烏龍事件之後呢 9月份會重新申請要出貨 也就是說 它有可能把上半年缺的產能呢 把它出貨 把它補齊 那一旦補齊 那未來的成長性就很大了 今年預估是20.8元的EPS 明年是22元 法人喜歡什麼 法人喜歡今年EPS成長之外 明年繼續成長 這種你看最近投信買了很多 我們上次來有說了 這是個投信9月底之前 鎖定的作單股 那股價表現得很強勢 我認為要拉回軍線 還是可以做留意 這是第一檔 四星未來的 把上半年的利空出鏡的效能 能不能持續 第一檔是約旦節快來了 約旦鈴聲開始響起了 2369的鈴聲 這個鈴聲 以前的法人呢 不給他本益比 為什麼 虧損啊 去年第二季是虧損0.15元 可是今年第一季不一樣 賺0.29元 第二季賺0.51元 他的轉機在哪裡 他的料在哪裡呢 在今年的第四季轉類點 為什麼 客戶下太多訂單 被逼迫鈴聲去 因為有太多的長約訂單 要擴產了 今年的資本支出的金額 是13億元 比去年跳增兩倍 那第四季開始出貨 明年第二季的部分 會大量的這個產出 所以未來的EPS 是可以期待的說 我剛剛講的 法人為什麼可以把 鈴聲過去不給EPS股票 不給本益比的股票 今年開始給了 為什麼 因為他明年的獲利 會確認比今年還要高 所以我確認一下 你說今年EPS他們願意給多少 今年的估起來是2塊錢左右 對2塊錢左右 明年會有2.5到2.6之間 所以以目前來看的話 假設明年的EPS2.6 後年估3.2的話 給他12倍本一筆 股價是38塊錢 所以說法人喜歡這種股票 今年成長 今年有轉季對 轉匯為盈 明年成長 後年成長 為什麼能夠確定成長 長約已經在售了 所以這是一個 轉季型的股票 可以留意一下 老師數學很好 3.2的EPS 12倍本益比才38塊 38.6 38.6 算好了 林生我們再教一個簡單數學 為什麼賠錢的公司 不能有本益比 很簡單 如果你賠2塊錢 10倍本益比 那就付20塊 股價沒有付20塊 好不好 只有直接下市 好不好 所以賠錢公司不能給本益比 好不好 好 好 來 關蕾跟蓮華 剛才佳安老師講到聖誕節 我突然想 丁丁當想唱 Sentern Cross is coming to town 可是太早了 但問題是這個光美 等一下 你穿聖誕磚好不好 沒問題啊 好不好 這麼少 這個 若瑀有沒有要許願 到時候可以坐在 怎麼樣 要講清楚啊 我要報警 關蕾是這個 他要報警你耶 你算大囉 好啊 就繼續這樣子啊 這個光磊是做的 ROE昨天也有騷擾我 ROE的感測元件 ROE的感測元件 因為穿戴裝置 今年下半 應該說第四季的銷售 應該會非常好 那現在也進入了 譬如說未來的雙11雙12 或聖誕節的一個銷售的 一個旺季 所以對他來講 業績絕對是有幫助 今年上半年大概賺了1.15 如果今年維持這樣的獲利的話 其實本益比還不高 可是我看七八月的營收 已經成長起來了 七八月的營收 較去年也已經成長20% 對 所以照這樣看的話 這個第四季應該是有機會的 那另外一個這個聯華 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聯華就是 麵粉這一家聯華 沒有錯 那通常他一乾食品 應該是七八月是旺季 現在已經進入九月了 但為什麼要講他 其實他今年上半年賺了2.16 可是去年賺多少 2.27 今年賺了已經 比 今年上半年 就已經將近去年的 股價可以拉遠一點嗎 對 看去年跟今年比 拉遠一點 我們把它縮小 縮小 那這裡面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關鍵是什麼 其實他八成的收入 來自於他旗下所投資的 三成是連成塑化 塑化往往在第四季也是進入旺季 還有持股50%的這個聯華氣體 最近最熱門的 是不是碳中和的議題 聯華氣體就是碳商機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份子 這個就是為什麼 他股價最近突然標起來 大家也搞不清楚 麵粉拿來砸人家臉而已啊 怎麼會股價會大漲 就是其中這個因素 好啦 你不要激動喔 國外教授 你有沒有發現你現在講的笑話 肉依其實比較冷淡 可能是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聖誕節的這個 沒有開得很好 對 所以他心裡面已經開始 有一點牽掛了 好喔 他想說你要等到聖誕節 那我們這六檔股票 三位老師怎麼選呢 我們先請太陽哥 你要選一 我選光磊 因為我剛剛前面說 那個防疫題材 純粹就是題材裡面來試之 那不過如果光磊的話 他確定 確實是最近的轉型 那是進度還滿不錯的 因為他本來是做LED的 可是他現在已經做到 IC相關感測了 所以這是對他來說的話 是一個後期長期的動能 那另外他之前有四目日雅化 那日雅化對他去做入主的時候 其實也對他的一個 長線的經營結構是有改善的 所以基本面來說的話 光磊也是不錯的 好 謝謝大人哥的補充 那我們江江哥 我選的是2369的鈴聲 如同我所說的 長約在手擴產確認 明年的營收獲率 都有機會繼續成長 好 好 那陳彥哥 期待聖誕節的來領 記得那一集一定要找我來喔 OK 聖誕老公公幫大家許樂 好我幫你買來 我也選鈴聲好不好 多一票好不好 至今是我最貼 好 好 好 接下來來看下個單元 財經大頭條 請大人哥 來 我們營收趕快搶先爆啦 是 到底怎麼樣選呢 好 營收搶先爆 因為其實最近在公佈八月營收 那不過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是八月營收的公告的數字 跟進度的每港 我必須要跟大家說清楚 講明白 來 我先給大家一個數據喔 就是我剛剛在錄影之前 看到到目前為止 公告的八月營收的加速 竟然只有590加左右而已 那這個數字的話 其實因為今天已經是9月8號了 怎麼慢啊 對啊 所以只剩下兩天 到剛才下午之前還在看是不是 對 我剛剛在錄影之前 還在看一次喔 大概1700檔吧 1700加 到目前為止還有1100加左右 還沒公告 那其實這樣就表示一件事情了 會不會是因為其實八月營收 恐怕沒有像之前大家在傳這麼樣好 因為大家在傳說 那個如果很好的話 應該要提早公告啊 可是看起來大家正在做一件事情 好像拖慢 拖到最後兩天 是最後一天再來做 通常這個時間點 都會超過1000加是不是 通常應該要是的 喔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情 要跟大家做提醒的 好 然後呢 第二件事情的話 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目前看到的 營收創新高的加速 對 到目前為止大約是85加左右 那 但是 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創下歷史新高的公司 竟然 我們看到的是個是在這幾天 紅色是代表什麼 漲是不是 這是超過5%的竟然 就是最近這5天的漲幅 超過5%的竟然 這只有這5加左右而已 好 而且呢其實大家看一下 其實今天的景說 竟然還是跌停 也就表示說一天 就把他5天的漲幅 都把它吐回去了 我們來解釋一下 是 紅底的是代表的是說 營收有創新高 是的 近5日有股價有漲 不包含今天喔 對 就是不包含今天 你看喔 營收都創新高喔 股價 漲了這些 對 營收創新高 股價跌了這些 是的 而且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是竟然這麼多的 這種個股 像這個 這邊是九陽 放大 天玉啦 或者像是這個長科 跟潔力 跟這個散裝的惠陽 和 來 世衛行 都是跌幅超過6%以上喔 所以這是現在目前 遇到的問題 就是 會不會有人在推測說 如果在6月和7月的 基期墊高之後 那8月營收創高 即使是能夠創下歷史新高 恐怕也是會是一個 短線高點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是 目前我們看到的狀況 叫做8月營收 好像拖慢的這樣一個 公告速度了 然後還有8月營收 就算有所謂的創高 看起來股價也是 比較偏向震盪 那當然對 跟最近行情有一些相關 但是也代表的是說 似乎在8月營收 出現一些轉折的意味 好 那接下來的話說 不過 我們還是可以推測一件事情喔 就是說 如果我們可以看到8月營收 持續成長 甚或是我們可以看到 一些相關的公司產業 是在趨勢成長狀況的時候 我們依然可以用8月營收 來去找尋一些相關的選股的方向 那但是我們必須要用8月營收 配合著其他的指標 然後來做一些比較精細的選股 那比較有機會 能夠選到下一波的 這樣子一個很重要的成長的產業 那勝貨是說呢 因為最近的行情 畢竟比較波動大一些些 所以如果我們配合這些相關的指標的話 很容易可以找到說 因為這一次行情下跌 而遭到挫殺的一些相關的個股群群 好 所以我們用這幾個指標 包含的像是8月營收 有續創歷史新高的這樣一個選股 那我也會在這個500多家裡面 去選出來說 那下半年跟明年的營運 能夠持續成長這些相關的公司跟個股 那另外的話我們配合的法人 就是如果可以看到最近這5天的外資和投信 能夠持續買超的狀況的話 其實至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說 那即使是行情在這麼震盪的狀況之下 那法人還願意去做買它 所以這個是我們選股的第二個條件 那第三個條件的話 是至少我們要看到這個產業能見度 能夠是一個營運狀況是一個能見度高的 所以就產業趨勢方向來說的話 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了 包含像車用 然後包含像是半導體 甚至像是伺服器題材 至少這個看到的能見度 都不是只有下半年 甚至會到明年跟後年以上 都是持續在做成長的 所以產業方向的話 我會比較偏向於這三個主要的產業 來做做選股 好 那另外的話 這三四個嗎 好 另外 對 然後另外的話呢 產能要有優勢 就是你要能夠拿到產能 或者是說你必須要有擴廠 然後能夠得到新增的產能 所以這是幾個嚴格的選股方向的話 我們可以找到幾檔的個股 來做分享給大家 來 我們來解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 我們看到現在的業 我把它重點講的是 好 營收剩新高嘛對不對 對 然後要持續成長 營收有機會成長 投信外資要買超 對 然後重點是人見度高 然後要產能優勢 或者新增產能 好不好 謝謝 好 那所以我們會幫大家選出來幾檔個股 那我們這邊用5加2來代表 那原因是因為我這邊有幫大家 額外再增加兩檔個股 是因為今天的緊縮跌停板 但是即使是跌停板 我也覺得是說 它依然是可以來做留意的方向的 這我們等一下再說 那我們先看一下 所以它一天把它 把它展的股票都吐出來了 對啊 它一天就把5天的這個漲幅都吐出來了 好 但我覺得依然是繼續看好 我們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說明 來 第一檔個股的話是長科 那第二檔個股的話是晶圓電子 然後再來的話是 台光電光照跟威風電子 那這5檔個股都是在8月營收 都有創下歷史新高 那這些相關的公司的話 他們營運展望都是樂觀的 我們一檔一檔來帶給大家看一下 來 第一檔個股的話是長科 長科打個星號什麼意思 長科因為它是長科STAR 因為它的這個面額 跟一般的公司不一樣 不太一樣 對對對 所以長科它是用長科STAR來代表的 那長科STAR它是 面額是10塊 不是10塊的就會打一個星 是的 比方說之後有一些像 艾普他也準備要去做分割 去做這樣子 以後也會變成艾普STAR都跑出來了 好 所以這個是後續這個 就是相關的面額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長科 長科STAR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做IC導線架的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因為封測的關係 所以IC導線架是供不應求 那我們剛剛有說到的 如果有新增產能的話 會對它的後續 會帶來一些產能的優勢 是 所以因為它有產能的關係 所以它明年會有新廠開出來 所以它的8月營收 已經是連續4個月 創下了歷史新高了 然後呢 它的累計的年增的幅度的話 高達3成左右 那明年在這個所謂的封測 持續成長狀況來說的話 它的新增產能開出來 它的營運 它的營收會持續在做創高 所以最近的股價 它有點像是創高 然後拉回之後啊 所以我會覺得它就是一個 就是拉回之後 或者說拉回一個首穩之後 它會有一個挫殺之後的買點 因為這一波看起來外資 這邊 擋住了 這個是外資 那外資的話 其實對長科斯大來說的話 是持續在做買超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產業的方向 好 好 那第二檔個股的話 是晶圓電子 那晶圓電子的話 其實之前在五六月的時候 他們曾經有疫情的關係 那時候我們就跟大家說過 它其實疫情淡化之後 消去之後 它依然會回到它的成長軌道 那原因是因為其實晶圓電子 它的大客戶是聯發客 那因為其實聯發客 它今年非常明確的是成長 所以當聯發客下單給晶圓電子的時候 就足以讓晶圓電子的這個產能 是滿載的狀況的 所以在這樣狀況來說的時候 包含像是5G的大客戶聯發客 甚至像CIS 像車用的晶片 都是持續需求暢旺的 所以在這樣狀況來說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它的8月營收是創新高的 那Q4的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它依然有機會能夠在 9、10、11、12 依然是用越越高的 這樣的一個態勢來說進行 所以這是晶圓電子產能 滿載的金圓電子 那這個是留給大家 分享給大家 那下一檔個股的話 是2383的台光店 台光店 那台光店的原因是 因為它也有擴廠 那它的產能的話 會在明年來做開出來 所以這也會 會抑注它明年的這個成長的動能 那如果以它現在目前的狀況來說的話 包含是5G 5G 然後伺服器 那另外的話它也是蘋果供應鏈 所以在蘋果這個拉貨期的話 它的這個訂單是持續滿載的 所以它的營收 8月營收鋼公告 那36.8億是連續6個月 創下了歷史新高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股價表現來說的話 也在這個附近 就是在這個季線這邊 有點像是拉腳 收腳這樣的狀況來說 所以在這樣狀況來說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的 是一個成長的台光店 還有就是說 短線被錯殺的台光店 甚或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外資 持續在這邊去做一個 買進的這樣一個台光店 所以就基本面來說 或者就一個成長的展望來說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蠻看好的 台光店這款股價表現的 好 繼續看 光照 光照 就是幾乎我們每次來 有相關主題的話 我都要跟大家分享這個光照 你對你也喜歡光照 是的 它這個感覺好像會 A B C C4 我覺得應該這樣說 它現在 你幹嘛站一下 你覺得 繼續現行 好 其實就光照來說的話 它其實這個時間點 或是說它前一陣子 為什麼會有這樣下跌的原因 是因為 它的Q2竟然是虧損的 虧損的 嗯 那不過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它那個虧損 其實它是因為它的投資 業外損失 是 它有持有太多的紅機 的股票 所以造成它的下跌 那不過如果 就它的基本面來說的話 我們會看到 8月的營收也創下歷史新高了 那甚至是說 因為其實光照 它就是做光照的 那包含像是台積電 連發 台積電聯電 的這個光照訂單 它是通吃的 然後光照它也說 它要 它的產能依然是滿載的 那它的擴廠 28奈米 跟40奈米的這部分的話 其實應該就是有接到 台積電的訂單 好 因為台積電 它的承受製程的單子 已經是滿的 所以它必須要委外一些 它的一些 就是它的一些 相關製程的單子 來去給光照 就是光照 好 可是不太一樣 一個是 一個是做光照這一塊的 是 你說整個丟出來給它 對 就是說如果在 台積電的 光照的這個訂單來說 它必須在 委外的這樣 光照才可以 也有做一些對不對 是 OK 來 好 那再看一下下一檔個股的話 是威風電子 威風電子的話 其實 8月的時候也創下歷史新高了 那我們其實在看它的這個 下半年的成長動能來說的話 其實它的 USB4 最新規格的部分 會在下半年 第四季來做量產 來做開出來 所以在這樣狀況來說的時候 原本是從無到有 因為現在目前的威風 它目前為止的話 都是USB3 的這一塊 那其實USB3 一點都不特別 因為大家都會做了 那比較特別的這一塊來說的話 是在USB4的這個新規格 它是從無到有的 甚至它是技術領先的 甚至它很有可能 在這個量產的這個初期來說的話 它可以取得最多最多的市佔 所以 這是威風電子 現在目前這個時間點 最值得期待的地方 那 因為它的營收 會持續在做 那個創高 所以這次現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它的 月營收已經有連續 六個月創新高了 那另外新產能開出來 它的新產能的毛利率 也是相對高一些些 所以它的獲利 今年預估大概在接近12塊左右 EPS 那明年的話 很有機會直接跳到20塊以上 所以這是一個 在獲利跟毛利率都有跳針的過程 那最近來說的話 其實是投信 對它買進非常非常積極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投信的這個步調 來 我們看看下一個 好 那下一個個股的話 我直接用口述的補充來說 就可以直接幫我切聯電跟 對 OK 來 聯電的部分來說的話 其實聯電的部分 是因為 多講聯電對不對 是 額外加碼分享給大家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了 因為聯電的狀況是 今年的EPS大概在接近3塊錢 4塊錢左右 可是這個時間點 大家已經不是在看 所謂的今年的獲利了 聯電營收沒有突破新高對不對 有 它的8月營收也是創歷史新高 那你多送一檔喔 多送兩檔 好 那我們要快一點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聯電的部分的話 它營收創下歷史新高 那如果大家在看 所謂的明年的聯電的時候 其實有機會可以賺到 大概5塊錢左右 那5塊錢的聯電 如果我們剛剛用剛剛那個 江江老師所說的 本益比的角度來說的話 其實15倍本益比的聯電 它就是75塊 那假設 15倍太低了吧 是啊 對 所以假設如果可以到 20倍本益比的話 它就是100塊的聯電 那這就是為什麼 外資敢喊 100塊聯電的原因 不只要喊100多囉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說 如果聯電真的產的滿載 真的在做所謂的漲價 那真的有所謂的供不應求的 這個晶片來說的話 其實它就是一個 很有機會20倍的聯電 這樣會發生 好 請坐老師 好 我們10個字來說明 你為什麼覺得它太委屈 怎麼辦呢 儘量2 3句啦 5 6句還不要嚇到你的 老師你不要那麼嚴謹啊 像我講10個字 那個國外教授就會 就會講個20句啊 我們現在跳那個景碩 3189景碩 好 你這景碩來 你怎麼看好它 好 為什麼看好它的原因 是因為ABF載板的關係 那ABF載板的原因是因為 包含了像是5G機器材也需要它 然後另外的話 因為先進製程的關係 也都需要它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它就算真的因為 所謂的短線上面 有所謂的挫殺來說的話 它的明年的獲利是持續成長的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2023年 都依然是持續成長 其實缺貨 所以這個是 對 我覺得這個是 大家可以留意的方向 好 其實 其實景碩跟聯電一樣 都是因為車友這塊 缺貨 即使它是跌停的 我覺得反而可以更拿來 就跟投資朋友做分享 好 來 我們看一下這五檔股票 5加2 5加2 5加2是不是 所以你有5加2 5加2嘛 對 長科金元電 台光電 光照 威風 景碩聯電 所以七檔好了啦 好不好 七千你 你要選哪一檔 我選 威風 威風 威風喔 威風喔 要選隊喔 到時候七個都跌的話 變七個小矮人 OK 好 那我們江翔哥 我選2338的光照 因為台積電聯電 過去的經驗 台積電聯電 經驗小熊漲漲一段之後 光照都會有落後補漲 然後它也是 上下游的必備相關 所以都是聯動性的 光照就像玉海講的冷笑話 光照是做光照的 我們剛才 我發言有點聽不懂 台積電也有做一些 自己也有做一些 光照的一些製程 那做 公不應求 應該是做不完的 已經是滿整的狀況的話 就委外給光照 滿載就會丟給光照 是這樣子 台積電自己也有光照 那光照跟光照不一樣 一個是光照公司 一個是做光照 好 來 你在繞口令 光照做光照 我怕人家聽不懂嘛 光照做光照 基本上我也是看好 跟江堂老師一樣 光照做光照 古怪就古怪 對 沒錯 是的 那光照基本上我覺得 一個很亮眼的 就是8月營收成長 將近50% 是是 所以它先公開 亮眼啊 好成績要秀出來 據說 我也要爆料 據說 你可以不要 據說很多 趕快不要拖時間 下半年 晶圓代工 大單進來 所以下半年的獲利會非常 你說光照 好 好 我連電 反正都大單 我連電好了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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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哥 八月營收搶先爆 這五檔 五加二 很大方喔 五加二送你 大家好 我們最近有成立的 瘋狂股市福利社的臉書 專頁 對你這邊要開始按讚喔 然後訂閱追蹤我們的喔 好不好 加入我們最喜愛 最喜歡的追蹤裡面 點追蹤裡面要看喔 我們未來有很多活動 小活動還有小編都會整理一些 分享心得 都會在我們的臉書專頁 好不好 那記得訂閱我們的臉書喔 好不好 謝謝乖 對下一個單元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伴米圈 我們請姜姜哥 來來姜哥 好的 昨天有一個消息等好久 這個安妮姬來了 安妮姬 大哥 大哥那個 就是全球航運的人頭 馬斯基 昨天股價創歷子新高 這是一個新的訊號 不過航運股 我想投資朋友會很有感 看一下安妮姬的股價 安妮姬的股價 對 昨天有一個訊號 這個馬斯基 這個國際航運的大哥 安妮姬 終於創歷史新高 這個股價是馬斯基的B股 就是它的特別股 通常特別股是比較穩健的 因為它有優先清場的嘛 所以它的股價 比較穩健的情況之下 因為反而新創歷史新高 可是臺灣的航運股呢 真的有理說不清對不對 所有的營收創新高 貨利也不錯 大哥也創新高 可是他今天做小反彈 什麼原因呢 好 我們繼續跟貴重做分析 好 下一章就說 慣性改變了 以前的波羅 回顧今年 二 三 四 五 六 月有沒有 波羅地埃者數創高 貨櫃股價就開始噴 最近呢 FBA可以是爆價創高了 對 OK 然後呢 它最近創新高 創新高對不對 創新高同時股價 不一定隔天貨櫃的漲幅 不一定會同步 貨櫃三小的平漲幅 所以這個市場的慣性改變 只不過說有沒有 它每一次強談的時候 有沒有 你看這邊 8月5號 8月5號這天 大漲3.8%之後 隔天 反正波羅地埃者數 FBA創新高 有點 FBA股價創高 貨櫃股價不一定會漲 但是 你這個日期都是 這一個月 有創新高日期 對 幾乎滿 10517變成11096了 可是股價 並沒有跟以前一樣 同步的表現 代表什麼意思 法人的認同度不夠 不夠了 對 剛剛那個 我們的昆仁老師有說嘛 市場對聯電的EPS預估 今年4塊錢 明年5.02 後年5.33 法人喜歡這一種 老師你都記得很少 今年很好 明年更好 後年更好 台積電也是啊 今年估28塊錢 明年30幾塊 可是你看那個2603的陽明 今年估的這個價格 給我偷看一下 35塊錢 明年是29.6 後年是27.9 你知道嗎 昨天我們的導播 製作人 問我一個問題 昨天航運大反彈有利多嗎 我也不知道對不對 我馬上打去投信投顧問 有沒有報告 沒有啊 最近點沒有人寫啊 沒有人寫啊 然後聯電報告一大堆 對有沒有 所以法人的路線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 所以目前我們看 我們看 一頭風啦 最好是你的意思是什麼 這個結論是怎樣 結論是 目前慣性改變 跟以前的 FBS創新高 股價就會漲 慣性已經改變了 所以不能夠看這個 去做這個股票了 所以你要去思考一下 目前法人控盤的程度 還是滿高的 那這句話呢 你覺得呢 貨櫃股價上漲 對 貨櫃股價上漲 必定伴隨FBS股價大漲 就是說 他談的時候呢 他後面是漲的 就是說 弱且為弱啦 我懂你 這個邏輯不錯喔 A等於 A一定B 但是B不一定A 就是之類的 這樣的意思 老師你以前數學還不錯 是嗎 很客氣的 這個意思是 就是努力喔 有時候不一定會 努力不一定會成功 但成功呢 一定要努力 對對對 你股價上漲 一定要FBS報價大漲 所以投資朋友 要努力看我們的節目喔 對好好好 謝謝謝謝 OK好來 但不保證獲利 要講清楚 OK我們看下一張 OK好 你看喔 這個航運11月的營收 我昨天去問了一下 為什麼最近都沒有報告 沒有人寫啊 因為他在等一個新的訊息 待會再跟各位講 目前公佈的8月份營收 創的歷史高的都在散裝 四維航 中飛航 惠陽 正德 今天有漲 小漲一咪咪 那通常常隆跟陽明呢 都要等8月9號跟10號 明天跟後天才會做公佈 我問的數字是很驚艷 驚艷天然的數字 就是說他應該還是繼續創歷史新高 可是沒有反應 為什麼會沒有反應呢 習慣了 大家認為你現在 你看這個指數 航運指數 國際的這個航運報價指數 創高 你的營收創高 這是合理的 沒有經驗 太習慣了對不對 然後呢主要是什麼 馬斯基阿尼基今年 我昨天晚上是創歷史新高 可是他今年漲幅不到三成 年初到現在漲幅不到三成 可是台灣的航運股呢 今年曾經飆過五六倍對不對 所以這是高低基期的狀況 目前我們看一下下一張 再回來看這個 航運下法的觀點什麼 跌生反彈 我昨天問了啊 有沒有什麼利多造成昨天的股價反彈 沒有啊 跌生反彈啊 為什麼呢 他們的看法是什麼 基本面不會太差 因為運價至少維持高檔跟往上調整嘛 目前沒有看到運價往下跌的訊息嘛 對不對 那市場估的獲利都是明年小小衰退 為什麼呢 因為運價高檔有沒有 各國政府會介入 因為已經影響到各國的民生物資跟成本 所以政府會介入 導致什麼 導致明年的獲利是小小衰退 有沒有 因為運價太高的關係 所以回過頭來 現在已經收創歷史高沒有亮點 大家認為是合理的應該的對不對 所以完全沒有這個亮點 然後你看這個長榮的股價 月線1232沒有站上 陽明129沒有站上 萬海比較強 有站上210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我認為等三個 至少123貨櫃三雄 股價全部站上月線 不再跌破月線 那個吸金的程度啊 吸金的效果會比較好一點點 股價是有量才會有價 OK 那目前市場在等什麼呢 10月底以前 因為比方說感恩節啊 或者是一旦節有沒有 都是航運的旺季對不對 對 法人在看什麼 11月的營收是重頭戲 為什麼 他步入淡季第一個月 如果現在忘記 你營收很high很高 合理的你應該的對不對 假設你11月營收 還是表現不錯 那就真的驚艷了 驚艷的時候 這個時候股價 我認為才會有時候表現 所以等11月的營收 事目到那個時候 盤底盤久一點點 我們待會來看K線 每一檔的量 說到不能再說的感覺 OK 直接看K線 有沒有 好 你看這個成交量 第一波下沙之後有沒有 開始 量越來越縮了 縮縮縮縮 縮縮縮 幾乎沒有人玩了 好像沒人在裡面 有這種感覺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K線 以前長是什麼 紅K紅K 然後休息一下 紅K紅K 老師你還不講還好耶 現在跟那個 現在那個 他不是要單通心智 有人說衝著那個航運股 你看現在成交量 跟那個被處置的成交量 差不多啦 而且 而且昨天聽說 惠哥山雄裡面有兩家超過 當沖超過六成 這種量還超過六成 結果可是量的表態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是 股價需要量能去 我真的不是要講這個東西 我會當心是這個不合法 這合法不合理 不合理 為什麼因為你是處理成交量 那你這些處理成交量 你對那種小量的公司 最危險 為什麼 因為你在外流通的股價量 小的話 昨天那兩家應該有 包含萬海吧 對有 因為萬海外流 它的股數不多 對啊 就很明顯的排擠效果 是啊 你成交量 你佔成交量如果在外面 你只要是那個 單蔥量 除以成交量對不對 超過60% 那你這個就 超過60%你就要被處置了 如果股價一展 那你看啊 那你那個成交量如果一小 是不是很容易 單蔥比佔超過60% 對 是不太合理啊 可是你已經說 所以這個長龍 這成交量有沒有 量收到這個地方 假設我有個想法說 呼應我剛剛所說的 假設9月繼續盤底 10月盤底 然後11月如果營收很亮麗的話 哇那個籌碼沉澱夠久了吧 7月8月9月11月 哇4個月之後 這量可能比現在更矯喔 量小成股的人喊苦的時候 底部就會出來 好老師最近很抗好航運股 最開始很抗航運股 但是我認為現在買的話 如果你有心要買的話 買起來就蓋牌了 蓋牌了 不要理他 對 好繼續 這個陽明也是 你看喔 我們慣用的MACD指標沒有 全部在橫林軸附近 上線上線下 他們沒有什麼 沒有波段性 沒有之前的波段性 沒有現在這邊 一樣伴隨量收的關係 所以我認為 也是跟長龍的建議是一樣 你要嘛現在做偶爾一點點資金 做個短線 因為沒有人現在有能力 看出有大的波段的潛力 所以短線為主 長線的話你就放吧 等11月 這個萬海究竟是比較強 不過它股價的部分 因為這個是有出 這個初見席 MACD指標也還沒有翻紅 連攤兩天喔 沒有翻紅喔 代表市場的聚焦性 認同度還是不太夠 老師我覺得你11月講得對 因為不知道是不是老師 之前在我福利的講 其實現在就開始要搶年底購物潮 這一波了 聖誕節 感恩節 所以9月開始就要開始要 就開始一定要運 一定要陸陸續續的出發 不然會來不及 來不及 好那你問你喔 9月所以說 它報價可以隨便斬 反正我就是要運到 年底的購物潮 感恩節 聖誕節 你看喔如果9月以後 照理說 我已經10月不需要你嘛 我沒那個購物潮 如果10月的運價還能 FBX還能 那個法人就會 爭相去寫報告 對 FBX如果還會持續散揚的話 或是持平的話 就算厲害了喔 好不好 所以老師謝謝你告訴我們 這三盤股票 你覺得你比較看哪一條 龍頭長龍龍 長龍龍 2603 好2603 對 好 來 都需要整理 所以需要一些時間 來做消化他們 不行啊 沒關係 不過怎麼樣不用客氣 好就看壞嗎 要不要做空 不要不要不要 因為他會盤抵达 我們是很free的 來 那陳彥哥 三個一定要挑一個 都來消費了嘛 反正進來也不要給你們 都打槍嘛 對嘛總要挑一個最美的 對不對 要不然你人家都進來了 總是挑一個嘛 我會選萬海 為什麼 因為萬海的融資 已經減了25%了 是喔 我還是是航二代 我還不知道耶 新消息 開玩笑我航二代是 這個民生不進而走啊 我跟你講可是你家航二代沒有理理啊 你以前人家跟你講說 你是航二代 人家馬上要嫁給你 人家不進而走就是 只能自己走啊 對 好不好 只能自己走 好 謝謝姜老師 謝謝 姜老師也常常跟我們報很多料 現在跟我們講說 問一些法人的消息 好不好 姜老師今天有沒有什麼 特別想要報料的 給你來個時間 不用了 我本來是很想講 但是不能講 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都利空 不想講 OK 你這樣不講還講我都緊張 對啊 所以八月營收 這邊是 差點差點 可股價有個好玩的地方 有時候提他已經先反應了 好不好 都是先反應了 所以這個 如果真的以後 真的受不了 想講是不是 好 趕快 忍不住了 OK 最近電子股回撤的圓區傳說的訊息 是怎麼會回事呢 延單 廠短料 比方說我現在一個產品 需要100個料對不對 對 三個主要原料缺貨 那產品還是無法澄清出對不對 把其他97個原料先延後了 因為他無法出嘛 造成延單 延單跟取消單不一樣 主要原料找不到對不對 他會找什麼 找替代料 對 等他找到替代料 那個拉貨槽就會出來了 所以預估這波電子下大之後 10月份 電子股的營收就會 優又會起來了 很簡單 比如說一個iPhone手機 假設是100個零件 是 你那三個缺就是非常缺 是 那你97個都不缺 那你就等那三個怎麼辦 那97個一聲一聲也沒有用啊 對不對 所以97個先延後 就這樣喔 所以進爆消息 這可是不是真的利空啊 好不好 這是在觀察 因為這不是需求淺少 所以我們今天股市福利社 非常精彩 我們每週一三五 晚間八點是準時上線 準時上線 一定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喔 開啟小鈴鐺你可以看我們所有影片 我們還有進爆 因為他另外一個美女嘛對不對 投資可以 很可以 然後每週一到五 有那個中午有那個特別片 特別單元 就是兩位另外兩位女主持人 都有她特別單元 所以最後還是這個話 謝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淡點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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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哎呀 十二點了 我要趕快回家了 千度柔拉 你要去哪裡 欸等一下 你那些 他沒有輸 他沒有輸 他最後沒有輸 他都倒跑的 他落跑 他輸了 他沒有輸 大哥就掉了 大哥沒有輸 沒有 大哥沒有輸 嘿嘿嘿 嘿嘿 炸得真的 這有那麼醜嗎 哎呀哎呀 哎呀 來 哇 好帥喔 大哥都出來了 跳轉 要跳轉 是為了真紅我可以整 最高殺 污辱行李 就不行 這個經濟好像有一個 資產永和精神武的分析師 對 這實在 他敢污辱行李股 這麼沒有 沒有人家家家家 他沒有適從而言 好不好 真是 風光股市福利社 我提方向 出財政法 到處我們一個印象晚間八點 對方向見 我 這對著還是他 好 謝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最後才講一句話 你的財富 Free Free